那这352,这个我们说,这个352其实也蛮好记得,就是说商下无出额,这个蛮好记得,然后呢,那这352个产品啊,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别的,大概的一个类别是什么啊,这个,还有呢,它对我们民生的这个影响多大,到底是什么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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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,这个,这个,这个我给你看一下,这个我倒有个数据在这,也要宣承PPT 你看,我有个数据在这儿,OK,它这一次呢,它,它Extend出来是这样的,它在,它,它是List1的,一般是工业产品,List2也是工业产品延续,民生产品的在List4,这大部分的民生产品在List4,就是服装啊,这个,这个鞋帽啊,就在,在List4,OK, 那,每一个List呢,它就一路一路从那个,从raw material到semi-finished material,到这个finished material,它不断的往前推进的,OK,它还是根据,就是,就是,它怎么样去,就是,把这个供应链啊,要把它,把它移出来的这个过程啊,就是改变供应链的方式来,来,来,来推进的, 那么在,它在List1里面呢,它,就是原来List1里面,它,Extend之后呢,它又,它留下了89个,然后在List2里面,留下了34个, 所以List3里面,它放的这个量比较大,就是,基本上,往民生产品走的时候,它现在从List3里面拿掉了,拿掉了187个, 然后List4呢,这个7.5这个呢,就是,拿掉了42个,就这个等于,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实际的那个,这个exclusion notice,我会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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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出来的这个app,啊,这final register,这final register有一个办法去看的,你知道吗,它有一个方法去看的,就看多了,就是,现在我们把那个link发给大家的话,大家看起来,哎呀,很头痛啊,这看不懂啊,太多了,33页啊,对吧,实际上呢,这33页呢, 它是有组织结构的,等一下我带大家去看一看,你再回家再去研究,你就非常容易看得懂啊,所以,这个意思在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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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期待啊,我们,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,这个是,接下来我们,哪一类的产品是吧,我们,特别我们生活当中,哪一类产品价格可能会上降,我们说现在inflation现在是7%嘛,是吧,这个,这个降了,呃,这个降了25%之后啊,实际上有10%,应该是18%的这个价格可能, 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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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下来啊,我觉得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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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的商品,他,他这个影响力,应该达不到,那么大,就是,他,影响不到这个inflation,这个,这个综合,是综合的事情,这个,这个inflation呢,他,他,他,这个,就是我们在,这个经济低潮的时候啊,就是, inflation是一个engine,inflation是一个engine,就是他,就在,你在那个,呃,通胀的状态下,经济是可以让他回复的,你像日本,他,他的inflation很低的, 他这个,他这个,他这个经济很慢的,你知道吗,所以inflation这是一个,可能, 嗯,那他有一定侧重点,那这是另外一个topic,但是呢,要想把经济给他弄起来的话呢,inflation是一个最,最好的一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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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尤其是基建项目,基建项目是拉动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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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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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快,而是最有效的方法, 但是这是个悖论啊,这是个悖论啊,回头我们来可以讨论这个问题, 这经济学,和我们这个没问题,没关系